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欢迎各位收看,我是叶小熙 今集我们会看看Kreutzer的练习曲里面的第26首 有朋友想我讲一下这首练习曲的练法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chord就是这首歌所写的根据的曲调去写的 就是E flat major,E flat大调 如果大家家里有钢琴或者是可以用手机上的app 先听一下E flat major的感觉是怎样 如果我们对这个E flat major是够熟的话 那不会那么容易拉一些错音 然后自己都不发觉的 所以如果有钢琴的话,或者有没有钢琴也好 先等自己有这些音在心里面 或者你可以唱一次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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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这首练习曲应该如何去练习 以及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事实上这首练习曲的写法 都是很像scales 很像音阶 就这样看没什么复杂的东西 如果我要说有什么要留意的话 除了他写着Moderato 我刚才是因为想快一点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我不是真的用这个Moderato的速度去拉 那有什么要留意呢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听我拉的时候有没有发觉 我不是 我不是这样去拉的 就算我慢一点也好 我不会拉成 我不会像机械人那样去拉的 我们说拉练习曲也好 都要有音色 都要考虑的音色 考虑的Phrasing 在Phrasing 在这首歌里面是很重要的 譬如 逢是一些很阔的 比较阔的转节位 一些interval的转节位 因为那些地方 很可能是一个乐剧的完结 或者下一诵樂剧的开始 那逢是有这样的地方 你要给多少少的时间自己 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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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ela 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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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问我应该给多少时间 我们不可以给一个好确实的答案 不可以说我要一秒或者半秒 不能这样 是纯粹靠你唱的时候 你會很自然地在樂句的尾 即是第八、第九個音的時候 你會稍微慢一點,稍微輕一點 這樣去唱 所以你拉的時候都應該是這樣去拉 輕一點 然後再到開始的句話 你才會更明顯 現在我們去到第幾把位 如果大家在譜上用的版本同樣 是一手指按這個D的話 這裏已經是六把位 記住在六把位,就算我們不按G也好 我們可能按A 因為上到這麽高把位 如果我們想 尾指按得容易一點的話 手肘一定要出來 不是只用手指抹去做事 是先要手肘 準備好的位置 出來,向內 向內轉 和你心裡一定要想著這個四手指的音 Sofa mi re do 我現在說的是第四小節的第三個音 對不起,第五個音 對不起,第五個音 然後D延四手指 G延四手指 所以你看到這些四手指更加需要 手肘是幫的 另一點就是要留意 有時四手指和三手指要黏 有時是分開 那什麼時候 黏在什麼時候分開呢 大家知道當然是 視乎它是不是半音 但是我們不可以拉到那裏 才去問 現在是半音 還是現在是全音 你在拉的時候 你要預計到 跟著三四手指的關係 是半音還是全音 你在拉的時候 譬如我舉個例子 在第1,2,3,4,5,6,7,8 第八個小節的時候 我在拉這個G的時候 我已經預計到跟著下來的時候 這個四和三是要黏起來的 但是去到A弦的時候 到底我們想著的是 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 還是拉拉拉拉拉 如果是第二種的話 你想想手指應該是打開還是黏起來 當然 拉拉拉拉拉 我現在寫在鋼琴上面 到底是 還是 到底是 還是 當然是 這一種會順異一點 對不起 Los of a mi re 這個D是高一點的 所以四手指 所謂高一點就是它不是flat Los of a mi re 這個D是沒有flat的 所以四手指是應該打開的 在E 弦的時候 手指尾是低一點 和三四是黏起來 但是跟著A 弦的時候是打開 和三四手指是分開的 這個關係 不是計算出來 我現在拆開給大家看的時候 就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當我們拉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靠心裡面這些音 Los of a mi re 給你的感覺 到底應該是關閉還是打開 不能說是看譜 我的譜譜沒有flat 或者是是自然的 所以我打開或者是關閉 沒有的 是一個感覺 Los of a mi re 你唱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這個音是要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所以給你這個感覺 去決定 手指應該是打開還是黏起來 還有另一樣 我們不要去逐個逐個音去看 剛才我說是兩個音兩個音 Interval 本身說的是兩個音 一個音是沒有interval的 所以是 你唱著或者你心裡面唱 Los of a mi re 這兩個音的時候 到底是一個打開 是一個寬一點的感覺 你確定還是黏起來 當然是黏起來 Los of a mi re 是很窄的 很窄這件事 等於手指是要黏起來的 你不可以心裡面想 很窄 但是接著 但是手指就分開 是相反的 是不可以的 你心裡面想的是很窄 你按的時候也要黏起來 真的要黏起來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在六把位 然後的感覺是高的 所以你的四手指就不可以就這樣過A弦 你的四手指不可以就這樣過A弦 你要這樣打開 手肘要出來 如果大家拉到這裡的時候 你覺得音不是很準 或者你知道自己不是很準 那要怎樣練呢 你不可以 我只是慢練 不可以的 你要只抽這五個音出來 唱一下它 可能連續唱五次 或者連續唱十次 然後才拉五個音好了 然後把最後那個 你想檢查的音 把它拉長 這樣才能告訴自己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手指又打開 我現在在拉一個沒有flat 也就是譜上面 一個D natural 幾樣的確認 對了 你然後才拉下去 千萬不要 哦 萬年 那我就 你這樣 不是一個很刻意 很自覺的情況之下 去萬年 是沒有用的 就算你說 萬年 開著拍子機 你不自覺的時候 是沒有用的 倒不如用剛才我的方法 是 幾樣東西去確認 手指有沒有 看到你的手指有沒有黏 或者你感覺到它有沒有黏 還是分開 你心裡面有沒有唱 嘻嘻嘻嘻嘻嘻 還有另一樣就是 拉琴不只是說左手 不是說你剛好那個地方 或者你的手肘有出來 就完了 不是的 你無論左手怎樣放鬆 怎樣準備 100分也好 如果你右手沒有配合的話 你都出不了想要的那個音 需要右手配合的 所以你這裡有 換言的時候 你的同一時間 你的右手要拉A 你右手遲的話 會有很多錯誤會出來的 幾樣感覺的確認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忽略右手 接下來這裏 那些 interval 再不是五度那麼簡單 是一個七度來的 大家如果的版本和我一樣的話 是第四行 F 退 F 不要當它是兩個音 拉拉拉拉 你或者未必一下子 可以拿得準 唱得準這個F 但是我 很希望大家試一下唱 用假聲好 用真聲好 唱一下它 可以的話 用符號唱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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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現在我們再 不是在一開始的那個 曲調 我們不是在E F 我們在這個小節裡面 是一個F Major 不要唱它做多 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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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一版本 都是類似的東西 總之 記住 這些很高的 差距很大的 interval 記住 給自己多一點時間 還有 譜譜寫著 要保留手指的地方 你要保留 譬如在這一行 這個小節 它叫我們一次過 按兩條弦 一次過按E和A弦 也就是按譜上面的Bb 或者應該是Inb和Bb 就是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剛才我們說 右手要 需要右手的 就是 如果右手沒有想的話 你不等左手的話 因為左手需要換弦 對不起 換把 由一把位 去四把位 如果你不等 你右手不給多一點時間 左手的話 就會很容易有一個滑音 還要滑完音之後 那個音是不準的 所以 所以 千萬不要覺得 譜譜上面也沒有寫Rest 那我如果 又沒有寫Retard 如果我慢了下來 是不是錯 不是錯 其實音樂到最後 是說 是否自然 如果你拉好譜譜上面的音 和節奏 但是出來的效果是不自然 這個 這個 在音樂上來說是錯 即使你拉好譜譜上面的音 也好 它是錯 如果它是自然的話 就算 你在容許範圍之內 你是 可能慢一點 或者是有少少 break 給自己 人家會覺得 你知道音樂在做什麼 所以你這樣做 這個是 正確 應該是這樣的 是自然的 反而你不這樣做 人家才會覺得奇怪 那 所以逢是這些 大的interview 大家要給多一點時間 我多說一道地方 這個地方是在第二版 第三項 那裡是連續 有一些 很 寬的interview 這些很寬的interview 我不知道大家 拉到這首歌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難 如果你覺得很難的話 很可能 九成 九十九百百cent 我覺得是因為 你沒有去以一個 interview 的角度去想 譬如在這個小節 G flat G flat 跟著那個音是什麼 這個是B flat 這個是多少度 這個是超過了八度 這個是十度來的 G flat 去到B flat 拉拉拉拉拉 又是 我想大家 要多一點 唱一下這個interview 其實它是一個 好像三度一樣 拉拉拉拉拉 但只不過現在 我們是高多一個八度 所以拉拉 你多一點唱的話 你才有信心 給手指 分開這個角度 分開這個距離 還要 這個距離 是 你如果想按到 這個G flat B flat 你一定要早點準備 譬如我拉拉拉 這個小節的時候 我已經 我想的不是 逐個逐個音 我想的是什麼 我一拉這個音的時候 我已經想這個感覺 你要跟自己說 我要想 整個 1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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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你如果不想141 你只想著 我講的141 就是指法 如果你只想著 4 4 3 2 14 3 2 1 就完了 然後我才打開 四手指 肯定你的四手指 會不夠高 但是如果你是想著 4 4 3 2 143 2 141 你想這個141 你想這個音的時候 很神奇地 你的手肘 你的手指 手腕 全部是會 準備好給你 是不是一定準備到 剛剛好呢 可能是 可能是 99% 但是我肯定 如果你不去這樣想的話 你是沒辦法拉到 連續這幾個小節的 還有第二件事 是 這個Tips 去拉這幾個小節 我們不要以一個個小節去想它 其實它是兩個小節一個group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大家會清楚一點 141 141 這裏是下一個新的 新句開始了 所以你看到 Key Change E Major 14個Sharp 未完的 141 下兩個小節為之一句 然後 141 141 我只能夠說 是 音準 加上 手指的感覺 的配合 如果你的音準 不肯定 你少唱的話 你的音準不肯定 然後你的左手 手指 也沒有這個距離 這個十度距離的感覺 是 很難的 很難的 所以 大家要知道 是interval的感覺 是十度的感覺 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比較少拉十度 但是 如果我們從唱開始 你唱得準 你唱得到這個十度 最起碼你要拿準 那個一手指 和你的一手指 其實這份譜提了我們 一手指千萬不能夠離開條言 一手指千萬不能夠拿走 因為它是一個 它的作用就是 定位 讓我們知道 那個十度是從哪一個感覺開始 你拿走了一手指 你可能覺得四手指按下去會放鬆一點 但是你沒有了一手指 做這個 你沒有了一手指 在底 你不知道這個十度 應該是多闊 或者多窄 如果它有很多指 你還是彈到這個 你自己還是有一個 以為 以為 排列的 以為 以為 我会练习这一首练习曲 Kreutzer 26的方法 我希望帮到各位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的影片是有用的 可以订阅、赞、分享给朋友看 如果你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留言欄告诉我 我是叶小熙 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